4月14号至16号 德国总理舒尔茨开启的为期三天 历经三个城市的中国之行 备受各方关注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介绍 包括舒尔茨疫情在内 同一时期内 来自德国政界经济界智库的多位有影响力的人士 也在中国访问 这充分说明关系稳健发展 对华开展合作是德国的主流意愿 我觉得从这个代表团本身 从这次访问的本身 我觉得还是能够非常明确地感受到 就是德国主流是对华开展合作 或者是高度重视中德中欧关系的 这个是一个主流 推动中德中欧关系 进一步的是高质量的发展 这是有共识的 也能够就是为未来奠定更好的基础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金灵表示 中德双方以和平为目标的诉求是共同的 包括寻求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解决危机 停火指战 人道主义援助 以及应对冲突的全球性影响等方面 双方是有共同利益的 有基于此巩固和发展中德关系的意义 以超越经贸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 目前来讲 就是说其实欧洲方面 它也对于和平有诉求 并且对于避免冲突升级和停止止战 这一点和中国是有共同利益的 当然这些里面还有这个欧洲方面 和我们就这个危机外溢效应所引发的 比如拖累全球经济 引发粮食安全危机等等这些 都是有共同的利益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利益 我们才能够成为这个不确定性世界中 大家来共同提供一种稳定牢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有德国媒体指出 在中国有超过5000家德国企业 因此进一步加强中德合作 符合德国的未来利益 事实上经贸关系一直被认为是 中德双边关系中的压仓石 德国连续49年 是中国在欧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也连续8年 成为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 我们看很多大企业的代表随行 那么这一点其实向外界传递的一种声音 明确的一个信号 就是中欧中德之间的这种经贸关系 这种相互依存 这种互利共赢 它是有着很耗物的历史积淀的 它是很难我们说用政治的逻辑去打断 这样的一个经济合作的一个底层逻辑 此前德国工商大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受访时称 德国企业普遍看好中国投资环境 认为最大的风险是因不在中国发展 而失去全球竞争力 专家表示 中国独树一致的稳定性 充沛的市场活力 高质量的开放等 是产生这些观点最根本的原因 中国非常独树一致的这种稳定性 就是它对企业来讲 对政治来讲 中国的这种稳定性确定性 它是可以预见的 它是可以规划的 它是可以从这样讲 是可以信任 中国的经济它整体上 它是非常相比其他国家来讲的话 它是快速在发展当中的 它是非常有活力的 而且它的前景是好的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这样的 从这个商业的角度来讲 它是可以有利可投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中国的发展现在也非常需要 双循环嘛 也非常需要这样的一种国际的合作 中国和德国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 在世界多极化问题上 有不少共通之处 相关专家认为 双方务实合作 负责任的积极管控分歧 动态的去管理双方关系 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支撑 实际上它是提供了一个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经济的体量又在全球那么领先的 这样的一些个国家 他们怎么样能够负责任的 务实的战略的 去规划和发展他们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当今的国际社会 的确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 到底是走向阵营政治 走向去强王全球化 还是我们说的 走向一个互利共赢的世界 我觉得这一点中欧的选择非常重要 中德关系它有自身的逻辑 无论你怎么去风险 那么中德经贸合作 这个强大的内生动力是在的 中德国际社会